哈喽,哈喽,大家晚上好 然后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 就是币安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吧 然后大家好,我是来自MajenXDanny 然后很高兴大家今天晚上可以抽空 过来跟我们聊聊 就是近期我觉得是这一周吧 币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Binance跟那个美国政府 就是SEC还有司法部 还有CFTC达成和解协议 然后CC本人自己也去了那个美国 就是去不能说面对审判吧 就是去做他的PLATE UD 然后现在在怎么说呢 现在就在等审判吧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目前看起来整体还是趋向于一个 不能说平静吧 但是至少一个事情被确定下来 然后就看看一下现在整体市场团队是怎么样 然后今天也很好 今天也很开心 然后就找到一些 就是币圈自身的一些OG吧 就是有信息 有KIF 还有那个Ray们过来跟我们聊聊 然后Ray们因为自己有点事情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稍微吃一点加入我们 然后我觉得咱们要不趁这个时间 然后跟就跟观众朋友们大概聊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然后说一下你们在做什么项目 然后要不我们从信息开始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欣喜 我是这个莱特币基金会的cofounder之一 2017年时候我跟Charlie Lee一起创建了这个LiCoin Foundation 对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个foundation 除此之外我还有自己的这个crypto exchange 叫做CoinUT CoinUTrust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crypto exchange 我们有OTC service 对目前这是我 哦好好谢谢信息 然后我觉得信息也很很谦虚 就是它是整个行业的 我觉得算是OG都不过分了 就是来特币大家可能都都 耳熟能详 但是目前说来特币不管在市值还是什么 其实都都很靠前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信息今天可以跟我们大家聊聊 就是从他入行经验开始到一直到今天 然后他的观察 然后尤其是他在做交易所嘛 所以他可以从交易所角度跟OG角度跟我们聊聊 就是币安的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就是跟CZ的这个认罪 然后对整个行业 甚至是对整个行业 就是整个周期性的一些看法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Keef Keef你得跟大家 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Keef 我本身也是来特币在来特币 来特币基金会里面担任一职 然后我本身也是有 创立一个就是Defi的项目 在那个Avalanche上面 就是本身做了这个项目 也是有两年多 对 然后本身其实就是已经在金融院里面 之前是在金融院 银行金融界里面 对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 好好好 谢谢Keef 然后我是Danny 然后我是来自于Margex 就跟我刚才讲 就Margex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永续交易所啦 然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自由上币 就是类似只要你提供流动性 你就可以上你想要的那个永续合约 这些东西 所以就类似Uniswap吧 我应该这么讲 就是但是我们是Audible Uniswap 然后也就是希望能够提供这种去中心化的永续服务 然后让更多的项目房可以自己上自己的币 然后并且提供流动性的同时 然后增加流动性 增加他们的影响力等等 好 然后话说回来 就是今天就像我们讲的嘛 就是币安和解 就铁木洛西亚币安和解 就是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吧 其实就有SEC就有报道新闻说 就是美国司法部 DOJ 然后CFTC 甚至SEC 其实都针对Binance 就是币安 然后做调查 然后也搞得人心惶惶吧 然后就大家觉得 哎呀 这个事情 就是近期终于在11月上周的时候 这周的时候 然后终于靴子落地 就是整个事情有一个比较明朗的东西 然后 但是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SEC 还是CFTC 还有DOJ 他们的判决 其实本质上可以看到 他们对整体 或者说 所以对币安就比较有 就是觉得它违规的地方 主要是在 反起钱 然后还有资助 那个 伊朗这边的那个东西 所以 开出一个天价的发展 就43亿左右 就非常夸张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说 你们觉得这个CFTC 或者是这个 一直判决下来 你觉得对整个行业来讲 或者是对整个币圈 就是外部的信心来讲 说你们觉得 它是正向的 还是它是负向的 就是它是negative 还是positive的 就是会不会让大家说 哎呀 就是币安这个事情 解决之后 整体的市场会形象 还是说币安这个事情之后 会让更多的交易所 更害怕 就是开继续往 这个事情之后 毕竟那个43亿的发款 在那里 然后我们这里 请信息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事情 说一下这个看法吧 谢谢 喂信息 还在吗 Hello 可以听到 OK 我的交易所也是有在做合规 我们有申请加拿大 新加坡还有瑞士的牌照 所以对合规的话 我也是略知一二 然后 然后据我所知 币安其实他们的合规 目前来看 是做的挺不错的 之前的那么 那么一些年 他们在野蛮生长的时候 他们可能防洗钱 KYC KYB 这些做的不是很好 对我觉得可能监管机构 追究的也是历史的那些记录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整个行业来讲的话 它是有非常大的处境的作用 因为无论怎么讲 这个币安它是这个 基本上是币券的流动性的中心 其实很多的其他的交易所 什么的OTC trading 什么的 他们的流动性 全部都从币安过来的 那那些合规的交易所 合规的这个OTC trade desk 他们的 liquidity source 如果不合规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 一直都会有影响 然后现在的话 他们相当于跟这个美国的监管机构 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行业 行业的这个合规的这个程度 会大大提升 对于那些 合规的交易所和OTC trade desk 这些的话 都是非常利好的 我觉得 好好谢谢信息 就我这里在 就你刚才说了吗 就是整体的信心向 就是会会就整 因为整个事情 然后大家会更重视监管 或是会重视合规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说 就是从你的角度 就是你觉得 现阶段 因为其实币安 像你讲的 他的合规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 揪着他一些小辫子来来做 然后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交易所的合规成本 会不会增加 然后从而使到说 交易所会 因为合规成本很高 所以就使到说 一些交易所就大增很大 就是一些小交所 就没有生长机会了 如果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币安的合规 做得好与坏 对于我们这些 小一些交易所的合规的成本来看 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 因为 这个监管机构 它是那些 如果你要么就是发了 要么就是不发了 如果你发了的话 那你的成本就在那里 你该买的这个软件 你就得买 该招的这个 compliance office 你就得招 它不会因为说 币安的合规 做得更好一些 导致我们的成本会增加 应该不会 然后 对 当然 当然币安 这样都合规的话 那其实这代表着 整个这个行业的趋势 肯定是往合规的方向走 那很多其他的交易所 不是很合规的交易所 他们可能以后会 他们的路子会越来越麻烦 那么多用户 他们使用起来又很方便 那 那他们又合规 那以后可能对接银行账号 什么这些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 人们为什么还要去一个 不合规的交易所 它不怎么方便 然后它又不能够直接 对接银行账号 又不是很安全 那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就没有太多理由去了 自然而然 这会 会 会碾压那些 不合规的交易所的 这个市场空间 哦 好 就 就 理解理解 就您说的 其实很多很有道理 就是 就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传统银行 创金融 比如银行 投行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合规系统 然后 然后 就反正现在 我人在新加坡 所以我觉得 现在开银行账号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问 Kiv 就是你 你是从之前 传统金融背景出来的吗 就是 你觉得 这个东西 就是 币安 现在往合规方向走的时候 或者是 它逐渐被 监管机构 认可之后 你觉得 会不会吸引到 更多的反护进来 或者是更多机构进来 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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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加密货币 或者来持有加密货币 你觉得这是一个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事吗 还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之后 大家对加密货币更加 更加 更加 更加害怕 因为它不合规 或是 你看币安被罚了这么多钱 它会不会倒 这样 你觉得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呃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 呃 合规应该是 他们是做这个AML 这方面 对不对 翻几千的 可是 因为在银行界里面 那些 呃 条例和合规 他们有包括还很多 很多其他方面 好像譬如说 现在币安的那个 呃 财务报表啊 这些有没有被 有没有被审计啊 这些都 不知道嘛 大家都不知道 他有多少 呃 流动资金啊 还有多少成本 所以他现在这个 43亿 我们也 不是很 很好去 呃 确认 这个是对他来说 有多大的损失 所以现在市场 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本 对 我们也算不出来 呃 这个会不会 对这个币安造成 呃 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这 这方面 我觉得离那些 呃 目前那种金融 金融系统 或者金融 呃 银行这种 被监管的那个程度 还是 还是呃 很远 我觉得 他这个只是 其中一方面的 就是 就是洗钱 这方面的 我觉得 所以你说 这个大金融机构 会不会进来呢 也是要看 他们到底 对不对 他们到底 呃 是 是 是 就是他们在 在哪一个区域 哪一个 哪一个国家的 什么 license 他们拿什么 license 他们有没有这种 呃 就是capital 就是这个 这个本金的 这个控制 所以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条 很远的路要走 对 哦 Kiva 那我 我这里再 再多问一下 就是 呃 就是 就我知道了 就是呃 在银行这边 他有所谓的那个 巴萨尔协议 协议嘛 就是说银行必须要有10%的那个充租金 然后对对对 但是其实 币安其实他会每每每个定期啊 他会发放 他会做那个 莫克尔数的那个东西啊 就proof of reserve 那个东西 然后你觉得那个其实也 就是也也也没有法代替 那个资本充足的问题吧 就是证明这个事情 嗯 那个跟资本应该是没有关系 因为资本他要他要承受的 那个资本的作用啊 其实是来承受那些啊 啊啊突如其来的losses 好像譬如说他现在43亿 是到底他资本的几百分之几 就是他100如果这个43亿 就是他的全部资本 像明天大家都会把钱移走 对不对 如果他只是他资本的5 百分之5 那大家觉得啊 他还是可以承受 所以这一个我们到底 他资本有多少 好像是没有人都知道 没有人知道 所以很难去确定 这个东西是对他有多大的损失 跟那个莫克尔 那个莫克尔好像只是说 他的那个资金在不在验商 对不对 那个只是客户的 呃客户的那个储存 对不对 是的 是的是 就是跟他的资本没有关系 对 就像在银行 他资本可能有十块 十块对不对 可是银行可以储存 1000块1万块 在那个银行里面 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这两个 他们都有不同的那个 呃 条约 这个就是呃 金融的那个条款去管理 嗯 在银行界里面 这些全部是不同的啊 所以把这是一个好像六百多页的一个条款 条款来管不同 啊 银行业各方面的不同的条款 对 哦 所以现在因为他的那个财务不是很公开吗 不是很透明 所以其实在外界来要要要要做那个 这个财务管理或者财务贫乎也是蛮难 嗯 是的 是的 就就你说的对 就是就是那个Mercal Trade可能更多是一个资金证明吧 就就是从那个判决书其实也知道说 哦 其实就是他们就美国司法部 就就就就是说呃至少呃 币安没有那个违规挪用用户的资产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啦 就是至少从Mercal Trade可以讲说说哦 币安并没有拿着你们的钱去干什么 不像FCX这样子就就挪用用户的资金去去干这些有的没的 OK 然后就对对 OKOK 谢谢Kip 然后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吗 就是他他他他违反了凡几钱 就是他在高速发展当中 就是他他忽视了很多呃 KYC KYB甚至Transaction Monitoring事情 然后并且他财务也像Kip说的 他他并不公开 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呃就是数字货币其实是是是是一盘 我会说是一盘非常复杂的账吧 就是信息可能让一个交易所他可能就就知道发生什么 就是有一个一个交易所有空头有gas fee有这个那个 然后然后就因为这些处理没有好处理好这些事情 所以他罚了呃43亿吧 然后呃CC本人他好像要还个呃不知道是1.5亿左右吧 然后他的CCO那个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Samuel 呃好像是还需要和解金是150万美金 然后我就想我就想问大家 然后呃并且还有要完全退出这个美国市场 然后还要派一个独立监察员进去 然后监督你然后CC要要要要退下来 然后我的问题其实想说就是在币安这个体量 或者是币安做了这个就犯了这些事情之后 你觉得这些罚款或者是这些惩罚会不会太重 如果会太重的话 你觉得他应该是到哪一个程度上面 假设你觉得不会太重的话 那为什么就就这个事情是OK的呢 就是你们可以我们可以从交易所的角度 也可以从CD角度来来来来来讲这个问题 然后呃我们让CC先来谈一下他的观点 我呃是不是太重这个东西 我首先我没有被罚过这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罚款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一样一个判断的方式啊 或者我换一个或者我换个问法 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对整个行业 就是对数字货币是利空还是利好 我觉得我觉得总体上肯定是利好吧 因为币安他我觉得他应该挺有钱的 他罚掉这个钱的话 他应该也能保持他们的这个运营 那如果运营不被影响的话 那其实对这个币圈的影响很小 当然当然币安的这个发展速度可能会缓慢一些 他们可能以前想要做的business 因为缺乏那么多的资金 他们可能没法发展那么快速 但是呃监管他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就慢下来吗 对吧就不要那么野蛮的生长 要把这个internal control内部的流程这些做好 而不是让你去快速的赚钱 嗯OK所以你觉得说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就像我刚才的存储 就是大家会越来越越来越往合规方向走 所以整个市场就会会吸引更多的合规机构进来这个市场 对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总体上讲我觉得确实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因为就我自己做交易所嘛 我自己从这个币安source liquidity拿流动性 然后监管机构他们会问我们从哪拿到流动性 那如果是币安的话 他们其实不是很开心这个事情 但他们现在也没也没有办法 因为因为币安流动性最好嘛 它最make sense的 所以所以即便监管机构不开心 呃他们也没有办法 那现在如果settle这个事情的话监管机构肯定就以后对我们来说问题有效很多 哦理解理解 所以所以就是as a就你们就有一个震荡的 或是你们就可以从你们就跟他说你的liquity provider是从一个正轨机构来的对吧 就就就是能让小解锁像你们这样规模比较小的解锁就是能够更好的呃 去去跟监管机构交代 对的对的 嗯OK 所以所以从你的角度我觉得是对其他其他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利好 好像是因为就是相当于你的sauce of liquidity是是是是正规的吗 对吧 OKOK 然后我接下来想问一下kip啊 就是从你的角度就是你从tradefi角度 就你会不会觉得如果现在币安呃跟美国政府和解之后 然后他他相对于越越往去向正规化之后 然后你会不会会不会让tradefi的的的的就是一些传统集中机构的的的的呃 的那个机构进来参与就是增强他们自信心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并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因为好像black road这样他就是说哦我不管你我就要自作自己的期货交易 还是我做自己的先回一切啊 你觉得这个事情呃会不会就必然的合规化 会不会让整个行业加速的加速整个机构的的跑步入场 呃就我所知他们很多这些呃traditional file就是传统的金融 他们没有进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条规不是很清楚嘛对不对 他们也不懂怎么样去呃合规对不对 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有些不是很很那些条规不是很清楚 所以呃当那些条规很很很透明化而且很清楚的话 当然有钱赚那些tradefi的人也会也会也会进来 所以好像新加坡比如那种银行他们都呃陆陆续续都有自己的区块链部门 然后那个新展银行也是有在这个区块链里面呃涉足在区块链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呃如果那些的金融机构进来这个这个行业里面是对大环境里面算是好 可是对那些现有的就是好像比亚纳这些就是就是会有一些竞争的压力 对对因为这些金融他们其实是比较有呃多一点那个资本来运作 对 hello hell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就从你的角度的话 我感觉就是因为币安的合规化会会让更多的机构会进来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跟方式 而且币安流动性最好 所以他们就更容易让机构跑步入城 这个不一定 因为现在币安他也不算是合规 他只是罚钱 他有没有说是他已经可以在美国 不可以吗 他还是不可以在美国运行 他好像还要退出美国的事情 是的 所以他这个只是一个罚钱 不代表他已经合规 还是他是已经被批准了 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对他以往所做的事情 一个处分 所以这跟他以后要怎么样合规 还是一个问号 我觉得 理解 这一次的事情就是相对于是他对他以前做过的一些错误的行为 然后做一个总结吧 相当于 对 对 OK 理解 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像你讲的就是对后续的发展 或者是后续要想要做交易所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好事 或者是因为大家就有一个前程之间说 啊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做的时候就会怎么怎么样 也是可以这样说 对 理解 理解 OK 我们看到就是Zag也加入进来我们的那个chat里面 然后要不Zag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Danny 然后Hello大家好 就是我是Zag 然后是Pundix的创始人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Keev和信息 现在就是B1这个事件之后 就是其实有一个总结 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完全成来落定 还是有可能接下来B1也不能完全 百分之一百的合法化去继续经营 那我想请教就是你们觉得在这整个事件之中 谁是哪一家公司或者是会是整个事件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因为B1的这个情况它反而会加速它的成长 就是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公司或者是哪一个团队 谢谢 我觉得应该是好像那些已经有执照可以运营 好像Koinibay这些 我觉得首先我想说的是 虽然说B1这一次是被罚款但并没有让它美国政府并没有允许让它继续在美国运营 但是我觉得像是已经罚款的话 那说明他们就已经是基本上达成了和解 对吗 那如果说B1现在的这个AML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其实不可能和解那就不只是说罚钱的事情了 他们肯定会要求B1把这些现有的这个流程这些 觉得会要求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既然已经罚款和解的话说明B1目前的这些内部的这个控制的话 应该是做的已经算是不错了 否则说否则应该是不太可能和解的 所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话B1的发展从合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会顺利很多 他去其他国家拿到牌照的概率应该也会大很多 甚至我觉得比如说B1再次来新加坡的话也有可能MS能重新考虑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哦好现在信息对 就我补充一个信息呃事情啊 就是说呃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篮子的那个和解协议 就是他就是他是跟DOJ还有那个CFCC 然后跟SCC好像还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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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结的东西 就是市场操纵 然后那个可能还要在在好像还有另外一场官司要要要要搞这个事情 但是主要是针对反省钱这个东西啦就是这个和解 所以所以呃像信息讲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呃其实 币安的那些合规流程啊其实是是我会觉得其实他的 其实世界上应该算是比较先进啦 或者说他投入资源是是是是数以亿计的美金就就投入的东西 然后从他的合规角度其实坦白讲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然后我比较赞同信息说一点就是他可能会让呃 呃加速他在其他地方拿牌照或者甚至是重新回到美国或是新加坡市场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们在呃判决里面或者是和解书里面其实有一条就是说 他们会有一个独立观察员是直接会放在那个币安里面就是 会会会有一个独立观察员会在币安系统里面待五年左右 然后就看这个事情所以基本上所有币安内部数据他都会有 所以在这个scenario里面呃如果我都有你的你的里面有我的人之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相对来讲就比较从政府角度和从今晚就比较好控制了嘛 所以所以他他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 然后呃就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呃会不会越会不会之后 可能两年之后然后又闹摆然后发现然后美国政府要告他说 哎你没有禁止什么责任这样子 然后呃对这个事情完结之后 我觉得或者是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了 然后呃就就所以呃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就是 就是发布这个和解协议之后或是消息之后 就会就会让大家呃就呃火速就委认了那个 呃Richard Tank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呃新加坡的 SGX呃呃MS的一个高级呃一个一个一个 官员啦然后作为他们CEO 然后呃就想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就是 Richard现在这种临危寿命 然后你觉得他面临现在最大几个挑战是什么 就他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这个东西就稳定必然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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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动荡比较动荡的的事情吧 就对然后在你有什么看法就你跟在新加坡你跟在你跟那个 Richard有见过几次你觉得他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 然后他他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呢 嗯我觉得我觉得我个人呃比较呃关注的就是呃这个判决之后 就好像Danny你说的这个判决是不是完绝的判决就是完成的判决 应该是在明年1月还是2月份还有一次的判决 然后判决完之后呃币安会不会在他的产品某一些产品或者是某一些功能方面会有一些修改 比方说呃就打个随便打个比方就是可能BNB staking然后拿到呃新的币种的airdrop会不会呃取消掉 或者是呃因为我们都知道快被是算是呃在美国非常合规监管之下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东西他是做不了的 然后在判决之后的当天其实brian armstrong其实他也是有接受采访 然后就说哎OK就是他也是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去comment 他就说OK呃呃呃呃快被是非常呃呃非常呃呃在监管旗下做事 所以有很多功能或是有很多东西是他们不能做的 所以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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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本身是比较关注的 当然Richard Tang 他上任之后 因为他是一个监管的方式 就是包括在中东和新加坡 他都是一个top level的leader 所以有可能在他的引领之下 可能币安的一些功能 可能我感觉 可能会被砍掉 或是会被就是说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然后CC本身他也说 他可能会涉及DeFi这块 然后可能大家也知道 他之前或是现在已经在DeFi 也在开始涉足了 所以就比较有意思 会不会币安的一些功能会削减 然后可能 maybeCC会自己在DeFi方面 去做一些新的功能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谢谢大家的精彩发言 我觉得说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在就是其实有好多功能 就在写在Binance上面发这些功能 就是你用BNB你可以参与空投 你可以才拿到这些东西 其实是有点证券的属性 所以就是可能在判决之后 可能需要做一些很大的幅度调整 然后如果没有这些证券属性的话 那么那个BNB的币可能就作用就会大大减多 然后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失职 然后身体的生态应用之类的 所以币安其实在这方面也做了蛮多努力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信息吧 就是你自己也转一个交易所 就是你觉得现在Richard最大的障碍 或者最大挑战是什么 首先他为了解决跟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些 deals 他肯定要做很多的这个 一些一些就是美国的政府法院给他肯定有很多的要求 那他首先肯定要按照这些要求去调整自己的业务 对就像刚才Zack说的可能有一些业务他就不能不能做 我觉得这是他可能是首要的一个挑战 然后当这些跟美国政府的这些 deals完成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他们想要去拿更多的牌照 那每个国家这个监管的这个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虽然说大家都按照这个FETF的recommendation去做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对eventually 因为BR目前来看的话 他还是说没有说按照哪个国家的监管去做 他还是一个website 你去看他Terms of Service 他并没有一个headquarter 所以这是一个很confused的地方 他说这里有AML 有KYC KYB这些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是按照哪个国家的要求去做的 所以eventually我觉得这种情况他不可能就持续下去 他eventually他一定是会有个headquarter 然后去按照那个headquarter的要求 去去实现这些这些compliance rules 所以怎么去选择这个headquarter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事情 然后除了这个headquarter之外 他可能还有在各个地方有自己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监管的要求 那去实现这些当地的监管要求又是一些又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吧 然后这会导致整个币安的这个service会变得更加fragmented 可能有些service在这个国家有 有些service在另外一个国家有 他管理起来会更加复杂一些 这是我自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这个必要的情况 得到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信息说得很好 就是我自己感觉真的是就果然从从业者的角度 就是看问题果然是不太一样 就是就我就我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信息可能要表达的东西是功能上可能会会有所缺失 就是他理解可能要把一些不太合规功能砍掉 或者是在针对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调整 然后其次是往合规方向走 就往不同的adjustation去拿牌照 就就是整体就是合规合规方向 然后但是我我自己感觉就是 我不懂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 就是当这个事情一开一发生之后 就是有好多国内的KOL就说币安可能就不行了 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币价就跳水了 就从200就好像是当天马上跌了10%吧 然后中国的KOL就说 哎呀就这个事情可能就跟下一个火币 下一个OK一样就说 哎呀没有了灵魂人物那怎么办 就就我想从Keyf就你从反复的角度 或从你从Ritual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你觉得就Richard也就是 就是有一点军心患散 就或者是大家就是 就是对于挽回信心的角度 你觉得Richard需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就是他他需不需要做一些努力来挽回 就是大众对币安的信心 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 那你觉得现在Richard 大概怎么做会比较好 你是说 因为现在他个人的判决还没有下定 所以他们还不知道 他要多等六个月 所以如果是个人他有什么牢狱之在 还是更一些不良 对那个BN心欲不好的那个判决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割 切割比较好 对就是 就是以前的事就跟他切割 然后以后就是新的世代 就是好像Richard就是带领 不要不要不要 因为如果他再回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是 对对那些机构的投资者 他们可能会也是觉得没有信心 所以是因为现在是Richard是新的人 然后他的整个公司 他还是最大股东 所以他至少保存了 他们的公司的客户实力这些 所以让一个新的带领 如果因为他好像他也是本身说 对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初创公司 所以那个灵魂人物可能在初创实在是很重要的 可是到了 然后他是世界最大的那个 股价供应用 对然后还 还需要那个灵魂人物的话 就我觉得 就是给那些专业的人来 尤其是需要这种合规啊 什么这种license 最早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是会比较好 好的好的就谢谢 谢谢 就说的也很好 这个东西 然后呃对 然后我我我从 我我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就是你觉得就是币安 呃CC 就是就是在他的谢幕词上面就说 哎呀我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终于可以那个呃有时间静养身体 然后我只会花点时间再做defi 因为他就下来吧 就你你也是一个founder嘛 就你你感受一下 就是你或者你自己觉得一下 就是假设就是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as a founder你你会不会感情 或者说你会觉得 或是从你角度觉得 哎CC 就说这句话才要往defi走 你觉得他会在defi上面做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是不是之前就在defi上面布局了 或者他有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然后他这句话可能会意识着什么东西呢 你从一个founder角度来来诠释一下这个事情 哦OK 嗯其实呃判决当天或者是第二天 其实有一个就是西方有一个媒体就采访了一个人 就是在整个案件是跟的比较有关注的人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OK 嗯就是CC虽然表面上就是就是在采访的时候算是一个很chill的人 which其实我们呃就是有跟他接触 也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嗯然后那个那个受采访呢 他说其实CC是一个非常driven和很aggressive的一个人 所以当然这个也很明显 因为币安能发展到今天 呃他肯定是一个非常 他的drive应该是很强 所以呃 嗯然后呃大家也有说到呃 CC可能问过呃团队里面的人就是说如果呃呃没有了Binance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其实当然他可能问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呃 Binance呃不在了 而是就是如果呃他不做呃币安了那他会做什么 呃所以呃他应该也在呃DeFi呃已经布局了或者是准备布局 然后当然币安是一个怎么说呢 币安其实也是一个super app 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呃实践在呃DeFi 所以怎么说呢 可以一个呃揣测的方式可能呃CC说不定可能会在DeFi方面呃会有一番 另一番的作为 然后当然呃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提到的就是Arter Hayes 就是之前Binance的创始人 他其实呃即便离开了呃Binance之后 其实他也是呃平平有发一些呃就是稿子或者是呃做一些投资 所以感觉上呃CC应该也会往这个方向走 而且他甚至还在他的推特上说了他会look into DeFi 然后look into AI 所以who knows他可能设计的面会更广 然后会会会设计到呃就是除了呃centralized exchange以外的很多东西 甚至blockchain以外的东西 ok wow好很精彩的发言 就这个事情确实就很符合我觉得很符合呃CC的风格啦就是aggressive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做成把Binance做这么大嘛 然后其实我其实除了C之外其实Binance还有一个灵魂人物叫合一啊就一姐 就大家可能就是都都都都知道就他是co-founder之一嘛 然后呃就你们会觉得说就是在接下来因为CC呃下来之后就是就不能再成为该公司CEO嘛 然后他只能是成为他的时空人 但你觉得这个时候一姐会会就是会会就是就Binance可能没有了CC但还有一姐嘛 然后你没我的下一个问题想问信息说你觉得我不知道你你就是首先你认不认识就是应该是知道一姐了 然后就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说你对一姐接下来会有什么方面的动作或是如果你是一姐的话你会打算做什么事情来来来来把来恢复那个呃就是大众对对Binance的的信心 然后其次是你觉得呃一姐跟呃Richard之间就是的的的的会有哪一些互动或操作然后让整个市场会回暖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嘛就Bnb的价格就就就就就直接大跳水嘛 然后他们估计他们是创始团队肯定比我们还着急就想想说如果是你的话就你身为一姐你会怎么做跟Richard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首先我觉得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Binance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正面的信息啊不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信息 当然他们他们就少了很多钱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 对所以所以从这个行业的这个reputation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然后如果我是合一的话假如说我是做marketing方面的事情 那我肯定是要多多宣传这个跟这个美国政府和解这个事情 再对自己在这个正规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金融领域的地位肯定会大大提高 而不是降低 对然后 但是毕竟还是少了很多钱嘛 所以 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财务状况如何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这个钱去去给这个美国政府的 假如说没有的话那只能说通过融资这些方式去弥补这些损失 对然后把自己这个财务状况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况 但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那其实是无所谓的 对总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的话 那其实他们也没有必要冒那么的风险去做那么多的就是可能违法违规的事情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好好做好合规 然后跟传统的金融这个胡同互联 然后做的 对做的更加正规 感觉最近合一也比较高调了 就是在推特上 哦是的 就是发生也也更多 然后Richard其实也就是在上上个月的那个那个伊斯坦布尔那个Binance blockchain rate 就是Richard也也作为那个那个发言人就是隆重介绍了Binance的webp wallet 所以我感觉现在他们的发言人的形象就是可能也逐步从CZ慢慢过渡到Richard跟那个合一这里 然后对我接下来就想问一下就是从Keef的角度啦 就我应该怎么说 就是就是呃就是都是之前就火币OK跟Binance什么俗称为国内的三大所 然后呃就是你觉不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就是呃因为国内的声音其实很很有很多 我以为派观点就是说就是这个是就Binance会不会像火币一样说 就是李林在在在退出那个火币之后 然后火币的那个运营就就一路往下了 因为那个呃李林这边可能无心去继续往往往交易所的方向走 然后你觉得呃会不会Binance也会往着那个呃火币的方向走 就是越来越下来就是越来越就市场占颜率越来一直一直往下跌 我觉得会不会这个事情会不会有带来这个影响 还是会像信息说的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然后然后这个事情会有一些会一些短暂的金融的的的资金缺失 或者是资金流失的问题 但是之后他会回来就是因为这会增强更多人大众的信心 所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哦对我是觉得要看这个Richard他要 因为他们以前的那个呃战略目标就是有点模糊嘛 对不对好像信息说的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总部在哪里 这些全部而且他们的财务报表全部都是不公开 所以要看这个Richard有没有要换这个战略就是strategy 所以如果他当然如果他走向那个licensing然后合规这些 当然他的那个财务报表也要公开透明 然后也要被审计审查 所以我要走向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篇章 就是跟以前他们玩的就是不公开这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游戏 所以他就会走向我觉得这个趋势也是走向这一方面 就是很多好像交易所都要走向这种合规的方面 所以也是很难说就是看他们他们之后这一年要走向什么什么样的 如果他们还是继续走向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不公开 就是财务报表不公开这种然后这我就觉得还是会有一点贡献 对因为其他国家也是可能除了美国嘛 其他国家也是可能会找他们的麻烦 对 OKOK好谢谢Kiv 谢谢Kiv 然后我这边因为快快就最后一个问题吧 因为也快说了快50分钟了 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觉得我这么说有点不太好就有点小人之心 杜君之支付的感觉就是你们会觉得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 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 就是就是抛开Binance 就是这个就是在Binance这个事情里面 你觉得就是谁赢了什么谁输了什么 然后最大的输家其实是谁 就就是想问问一下大家的看法 就我觉得有在以来我们说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我的观点跟信息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是比较合规的就是合规的交易所 尤其是体量本来就比较大的 当然在美国就应该就是Coinbase 然后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还不知道 是这样就这样 就我再把这个话题说的扯的远一点 就是说除了中心化交易所之外 就是对于去中心化的协议就DeFi 或者是一些银行或者是一些不同区域的交易所 比如在香港交易所 就有没有对他们会不会是好事 就对于一些甚至对于一些 offshore交易所是不是好事 就是你觉得就是谁是谁会从中获利 或者是谁会从中受到损失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第一件其实就是既然Richard Ting 会是Binance的CEO 那他一个监管的就是一个监管背景的身份的人去做事情 那他应该会需要找一个地方做总部 新加坡 Dubai 或者香港 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 可能是那一个市场的一个生态会是一个受益人 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在DeFi的创新 那如果CC可以把它做币安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创新带到DeFi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DeFi会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发展嘛 当然这个从监管的人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东西 所以大概是这两个维度 就是第一就是HQ在哪里的这个市场 然后第二就是DeFi的市场 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爆发 OK 我说的也很好 这个东西 就我是感觉可能 他会有往不同的方向开花 就可能DeFi会有 就总希望Jerry说我做不了嘛 所以CG就以太影响 又到DeFi可能会有另外会开出另外一朵花 反正who knows right 然后信息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我忘记这个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谁是最大赢家 谁知道输家 对我觉得对赢家的话 可能最大赢家还是避养他自己吧 对他的这个领先的地位 可能还是依然会保持下去 哦这个很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对你要不接 对当然在美 你要不继续再跟我们说说 在美国 OK 在美国的话 因为他退出美国市场了 那肯定对他来说不是 不是很有利的 那对Coinbase肯定是非常有利的 虽然说 Beyond在这个美国市场的份额也是很小 但是对Coinbase应该是很有利的 在海外的市场的话海外市场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 对Beyond自己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目前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Beyond的这个信心一下子就上升了很多 可能以前我们的一些就要求合规非常严格 因为我们不太敢去Beyond做 现在我们也觉得去Beyond做也没有太大问题 对这其实对Beyond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当然对整个行业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大的利好 对当然在海外我觉得最大的输家可能还是那些不太合规的交易所 刚才你提到那个三大交易所OKX和火币还有Beyond 对吗 是的 那照我看起来其实OKX他们的合规已经做得不错 他们在跟那个香港政府走很近 然后他们可能会申请香港的这个拍照 那如果他们以香港为作为自己的这个HQ的话 其实OKX以后的发展应该会不错吧 我觉得 但可能这三大里面目前比较比较的落后的是这个火币 火币似乎在我看起来似乎它在合规这方面没有做出太多努力 他们我感觉它跟前几年的这个运营的方式还是比较像的 对所以如果从这个合规大趋势这个发展看的话可能这三大里面火币是会最大输家 但我的信息可能不全面了 没事就就发表一下观点吧 就大家可能就是从自己的感觉就是也不用什么东西 所以谢谢信息就就很很精彩的分享跟我们说说到他的看法 然后Kiv你有什么你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然后对就是对于美国来讲是不是好事对新加坡来讲是不是坏事 谢谢 我是觉得我是听说那个什么黑石嘛对不对 他要推出那个ETF还是就是合规的ETF 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美国市场他们可能是赢家 因为他们如果推出一个合规的ETF 所以以前在币安上面的那些交易什么可能会跑到这方面 这个黑石的什么合规的ETF那边 所以那个是赢家 然后呢 然后我也是听说他们有用这个试试 不懂这个消息确实吧 就是他们把这个币安的钱43亿可能有些会挪到 还这个FTX的那个损失的那个质 那些FTX的在FTX里面受损的那些人 所以有些人有这样的观点 所以这一方面我不是很确定 不过就是如果是事实的话 当然那些人就就是收益着 对 然后当然输家我觉得可能也是 就是可能那些在美国不可以用 币安的人吧 还是那些就是以前仰赖币安的那些 现在不可以再用对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对 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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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棺材也很有意思 对 因为我自己自己感觉其实 最大的输家反正我觉得是美国用户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觉得你不让美国用户在 你不让美国用户通过币安来买卖数字货币 反正是那些怎么说呢 就是那些想要交易就没有办法绕过那些监管 或者IP的那些美国用户就没有办法买到 以更低廉的价格或者更多的东西去买到 所以我感觉其实到时候亏的是美国散户 就好像当时候币安离开新加坡一样 就是瞬间就好多webtree的程序员就离开了新加坡 然后到了迪拜 所以感觉是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可能还不好说 然后对 然后今天非常就感谢大家 就是Zag信息还有Kib就过来跟大家聊聊 大家对最近这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说说他们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给了非常自己很独到的见解 然后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然后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 就大胆的帮我们推测一下说 接下来市场会怎么发展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 就大家的观点可能还是比较觉得 合规是中心化交易所 就是更长久更持久的发展 然后所以也希望整个行业会心心向荣 越往越好越来越好 然后就在各位的老板 然后各位的老板娘就都能够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转向牛市 然后大家一起赚钱 然后谢谢大家 然后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Zag 谢谢信息 谢谢Kib OK谢谢 晚安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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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